好 我们把这个团阅更读出来 The key to the friend The key to the friend Yes OK 门上的钥匙 OK 我们下面我的造语一段话 我们看看大家说一下 我们说拿这个词怎么说呢 Take这个词 那么我们说拿这个词是表示把什么东西拿走 我们可以说Take it away 把什么东西拿走 这样可以表示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词上次给大家提到 有一个叫万能动词是哪个呢 Have这个词 Have可以代替很多词 因此拿钥匙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什么呢 Have这个词 OK 好 那么我们造语一段话 大家说明一下 Jill这个人名字更读一下 Jill Jill Jill是一个中学生 怎么说呢 Jill i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好 那么他有很多朋友 好 很多 这个词我们用 A lot of A lot of 那么他有很多的朋友 She has a lot of friends Yes OK 好 下面说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 They often get together 好 聚在一起 Get together Get together They often get together They often get together 好 下面 去会朋友 见朋友 这个词怎么说呢 See或者什么呢 Meet都可以 我们说会这个词 我们今晚上用什么呢 Meet这个词 好 今晚上他去打算会他的朋友们 怎么说呢 She is going to meet her friends OK 那么他说他不能够很早到家 She says She can't come home very early 好 他想要这个前门的钥匙 She wants the key to the friend 好 来读一下 She wants the key to the friend She wants the key to the friend 好 那么他们 他可以 这句话可以 我们这是课文描述 他对他爸爸怎么知道呢 说我能够拿前面的钥匙吗 怎么说呢 能够 Can I have the key to the friend 好 再来一下 Can I have the key to the friend Can I have the key to the friend 有一个 OK 好 下一个词 婴儿 Rinafi Baby Baby 好 下面听见 Rinafi Here Here 好 这个词我们以前说过 今天再简单提一下 这个词 OK Here 表示什么呢 听见 好 那这是表示听见的结果 OK 表示听见的结果 好 Here 好 第一个是什么呢 Here 表示听见什么什么东西 是我在听 但是呢 Can't hear anything 但是我什么东西也听不见 可以表示听的结果 好 那么这个词hear of 表示听说 OK I have heard of you a lot 我已经听说过你很多次了 I have heard of you a lot OK 或者说 I have never heard of him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等等都可以用这个词 那么hear from 这是个基本的词组 核心词汇 表示收到某人的来信 收到某人的来信 hear from 收到某人的来信 好 后面没有letter这个词 这个词组中 没有letter这个词 直接跟人 hear from somebody 啊 代表是什么 收到某人的来信 你说 I often hear from my mother 好 这个例句 大家可以补充一下 这是一个常用的一个句子 I often I often hear from my mother 我经常从我妈妈那里 收到来信 还有呢 底下这个listens 表示听这个动作 OK listen someone's coming 好 听有人来了 so listen someone's coming 或者listening 这边正在听 这个we are listening 我们正在听 what are you doing we are listening to 什么什么 那么listen 这个不及物动作 因此后面如果听什么人 或者听什么东西 听收音机 什么必须要加什么呢 to 好 要加to listen to OK 还有一个咱们熟悉的一个场景 那么就是什么呢 一般你看我们在家里就说是 一般这个长辈啊 对孩子 一般说啊 今天晚上这个周末 你不许出去玩 听见了吗 这句话我们是老作为父辈经常 给孩子们说的一句话 听见了吗 这句话应该是can you hear 还是do you hear 应该是can you hear 还是do you hear yes应该什么呢 do you hear 你听见了吗 do you hear 因为如果是can的话 就是能不能听见 能不能听见这种能力 对不对 我来说我现在如果是去掉麦克风 然后呢 这样说话 我对后面的朋友说 can you hear me 这里表示你能不能听见我的声音 这样一种能力 对不对 ok 但一般说家长对着孩子 就是在当面 是不是 不存在 如果孩子 孩子这个身体健康正常的话 不存在 听不听见你话的问题 它是什么呢 听不听你话的问题 对不对 应该是do you hear ok 不是听听力能力的问题 所以应该do you hear ok 好 我们把这两个句子来读一下 不要听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do you hear do you hear yes 这几个词来读一下 不要听 here here hear of hear of hear from hear from listen listen to listen to yes ok 下面看 enjoy这个单词是本课的重点之重点单词 也不仅仅是本课 一直在基础英语中 它是这个词的一个属于英语中的核心词汇之一 ok enjoy表示什么呢 喜欢什么什么东西 ok 这个词的用法基本上就是三点 好 那么足够你应付他的听手读写 关于这个单词 首先第一种用法enjoy表示喜欢 那么本课他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玩得快活这个词 好 这个词其实是最基本的词意之一 这个词更多的什么呢 就是喜欢或者从某件什么享受 或者什么喜欢什么什么东西 你从某件事情上获得一种乐趣 我们经常用这个词enjoy 比如说你看 但是在这里注意这个名词只能是物体 更多的一般是物体 ok 你比如说这样一句话 I enjoyed that meal I enjoyed that meal 那顿饭我吃的非常的什么 开心 I enjoyed that meal ok I enjoyed that meal 那顿饭我吃的非常开心 ok 而这个词呢 enjoy这个词第二点是咱们需要参加考试的朋友要注意的 这个词也是个考点 那么经常考法就是什么呢 动词这个地方去掉 然后呢给你填上ABCD 动词不定是圆形 第三支单数过去是分词等等这种情况 这个地方属于词法 那enjoy后面如果跟动词的话 必须要加动词什么呢 enjoy doing some 喜欢做某事 喜欢做某事 好 比如说你看 I enjoy playing tennis I enjoy playing tennis 我喜欢打网球 I enjoy playing tennis ok 好 enshow的后面不能跟人 一般说不能跟人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反身代词 好 反身代词 一般你的反身代词是什么呢 我们本节课说的 myself 好 这些呢 基本上的反身代词 所有的基本上就是这么多 你看我自己 你自己 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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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自己 我们自己 好 英语中的反身代词总共就这么多 好 以前我们记得好像有一个表格 就是人称代词的表格 那个序 好 那这个地方你如果方便 你就记到前面 不方便 你记在这也可以 反身代词就这几个 那么我们来把它读一下 好 We on thing myself myself yourself yourself herself herself himself itself themselves ourselves ok 那么这个self 这是个什么呢 单数应该用self 这个词是 我们知道在名词变辅数的时候 wife 妻子 对不对 wives 还有什么呢 这个self self 以f结尾的应该变成什么呢 ves ok 那么这是什么呢 self 这个发生变化 好 再读一下 react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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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 好 那你看看自己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说几个单词 大家看有能力 如果能记下来比较好 ok 好 在这里呢 我们顺便说一个大家在学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这个不管是对这个基础的学习 还是对高层的学习呢 对我们学英语的人来说这个词汇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啊 就像我们盖房子这个砖一样 因此对这个词汇的学习是大家就其实普通就是 不管是呃初级学者的一个头疼问题 也是这个大学生或者再高一点 学 几乎所有学法语的人都是非常头疼一个问题 其实在学这个词汇的过程中呢 大家应该注意这么几个点 你看你是否能够给你的学习有一个指导 那么大家就普遍感觉到就是什么呢 词汇呢 就说是单词不好背 有些有些长或者短的单词 实际上你 你以后你留意一下 你看学习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律 英语中呢 实际上越长的单词 或者说你参加过考试也好 没有参加过考试也好 一般像名词或者代词这样一些词呢 是比较死的一些单词 一般名词的意思比较单一 就是特别机械的很 就比如说一种病或者一个东西 它这个意思基本上词是特别死 就这一种意思对不对 它是非常的简单这样一个单词 而一般来说像这个动词 其实呢就是什么呢 一个小小词 它这个词既可以是激过动词 也可以是不激过动词 什么什么变化 其实动词的意思 你看一般翻开一个大字典 一个动词的含义是不是特别多 其实真正难掌握的什么呢 动词比较难掌握 动词因为用法比较活跃 你不知道在这种语境下 它是什么意思 而另一种语境下是什么话音 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就是核心的单词 是比较重要 大家需要花点工夫去掌握的 而一般像一般任何 其实你即使参加考试也好 一般考试呢 就是在出英语试题的时候 有一个规律是什么呢 一般的说比较深辟的词 还有非常长 非常专有的一些名词 不做考点的 因此呢 你即使你即使考四节也好 六节或者以后的各种 更高一点考试好 像那种很长很生僻的单词 你见了能认识 大约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是搞音语专业 或者什么东西 这些词能认识 能阅读就行了 是不是 你也不是说天天 你比如说像 你咱们不是一般的普通 普通人就说是 不是说去搞英语 就是医学研究 或者什么考什么科技农业 什么研究方面一些词 是吧 其实你花大量的功夫 就是去背的话 这个东西不是很有意义 对吧 咱们就是普通能 普通人用词 就是基本的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因此这些词 你可以不必花大量精力去 因为现在目前时间还比较紧张